欢迎来到我们的科学思语频道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了解格雷夫斯病 病因症状和治疗 介绍格雷夫斯病是一种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会影响甲状腺 导致其产生过量的甲状腺激素 Graves病以爱尔兰医生Robert Graves的名字命名 他在19世纪首先描述了这种情况 是甲抗的最常见原因 本文旨在全面概述格雷夫斯病 包括其病因、症状和可用的治疗方法 成因当身体的免疫系统错误的攻击甲状腺时 就会发生格雷夫斯病 这种自身免疫反应的确切原因仍然未知 但据信它涉及遗传、环境和激素因素的结合 某些人可能具有患这种疾病的遗传倾向 压力、吸烟和某些病毒感染等因素可能会引发这种疾病、症状 格雷夫斯病的标志性症状是甲状腺激能抗进 指的是甲状腺功能抗进 这会导致甲状腺激素主要是甲状腺素 T4和三点甲腺原胺酸T3的产生和释放到血液中的增加 常见症状包括 尽管食欲增加但体重减轻 快速或不规则的心跳、心悸、焦虑、烦躁和易怒 热不耐受和排汗增加 震颤或颤抖的手 疲劳和肌肉无力 女性月经模式的变化 甲状腺肿大 甲状腺肿 在某些情况下眼镜突出、眼球突出 诊断 为诊断格雷夫斯病医疗保健提供者 通常会进行全面的病史评估和体格检查 进行血液检查以测量醋甲状腺激素 TSH、T4和T3的水平 以及与疾病相关的抗体 例如醋甲状腺免疫球蛋白 TSI和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 TPO影像学检查 如超声或放射性点摄取 也可用于评估甲状腺 治疗 BRAVES病的治疗旨在使甲状腺激素水平 恢复正常并减轻相关症状 选项包括药物 抗甲状腺药物 如甲状腺座或饼肌流氧密定 可以减少甲状腺激素的产生 还可以开具β受体组织剂来控制心跳加快和震颤等症状 放射性点疗法 这涉及摄入放射性点 选择性的破坏甲状腺中过度活跃的细胞 该手术安全有效 但通常会导致永久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 需要终身更换甲状腺激素 手术在某些情况下 可能会建议手术切除全部或部分甲状腺 称为甲状腺切除术 当其他治疗失败 或者担心癌变或甲状腺险着增大时 通常会考虑此选项 对症管理通过使用润滑眼药水 太阳镜或在更严重的情况下进行手术 可以采取多种措施来帮助管理 与格雷夫斯病相关的特定症状 例如眼睛不适 结论 格雷夫斯病是一种慢性自身免疫性疾病 会影响甲状腺 导致甲状腺激素过多产生 它会引起一系列症状 包括体重减轻 心跳加快 焦虑和眼睛突出 虽然确切原因上不清楚 但可以使用有效的治疗方法来控制病情 早期诊断和适当的医疗干预 可以帮助格雷夫斯病患者改善生活质量 并最大限度的减少并发症 如果您怀疑自己可能患有格雷夫斯病 或出现任何与之相关的症状 请咨询医疗保健专业人员 以获得准确的诊断和量身定制的治疗计划 接着